普京的大厨普利格人这个game over 乘坐私人飞机在特维尔地区追悔 据说是被这个防空部队打下来的 那在俄罗斯境内发生这样的事 肯定是普京干的呗 对吧 毕竟你已经是造反了吗 造反肯定是诛灭九族的罪 所以这不光他一个人死了 死了十个人 十个人应该也是一些高级将领吧 跟他一起的这个瓦格纳集团的一些将领 出来混准是要还的 到现在为止 一开始有人说他跟普京在演双晃 就那次政变 目前来看应该不是双晃 他应该就是想政变要钱 也要那个军饷嘛 对吧 雇佣兵本来就是为了钱而打仗嘛 不给军饷怎么办 在特威尔局区被防空部队击落 这个俄罗斯也经常搞这个暗杀 以前那个有一个退役的克格勃在英国 伦敦广场上好像是跟他女儿在一起喂鸽子 被人给暗杀了 毒死了 还有发生过好几起 就是这个特工 可能是特工叛变了 然后就被另一个特工给暗杀的事情 这个普京本来就是克格勃出身的嘛 对这一套暗杀了这些都是加亲救赎 反正这老嘎嘎也是死得其所吧 毕竟你已经叛变了嘛 叛变了就不能唯一重任了 起了二星了 历史上我看袁德飞讲的那些叛变的将军 也都没有好下程